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例外处理 哇 例外处理 可这个不是Cotlin都有 没中原中都有 所以说Cotlin处理例外处理 它也不会例外 为什么 没中原都有吗 它怎么能例外 对不对 好 说了有点绕口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请看 非常的简单 熟悉Java C Sharp的朋友 一看就知道 Try开始finally 都一样嘛 对不对 正常业务处理 写在Try里面 然后如果说有错误 用Catch捕捉各种各样的错误 然后最后最后 不管你有没有错误 都要走一个收尾处理 Final Final里 好 咱们看一下 Cotlin是如何的定义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的代码 应该也不是很难 咱们看 首先我定义长量Value 然后给它附上一个初始值 大家注意看 我初始是字符型的10 没问题吧 OK 然后这是有一个输出变量 好 咱们看 正常的业务逻辑是 我Integer整形去解析一下 这个String型 这个Value 然后把它附给 真正的数值型 Out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业务逻辑 很长用 对吧 我有一个数值型 我有一个字符型 但是我想把它变成数字 该怎么变呢 解析一下 对不对 Java C Sharp都一样 好 如果说我解析成功 这正常业务流吗 那怎么着 结束 输出 Out的值 如果我解析失败 大家请看 会走各个的Cash的值 这个Cash的写法 咱们大家要注意 Cotlin有它自己的写法 跟每种语言都不一样 咱们要记住 好 那咱们再往下看 这就是简单的做处理 Try Cash Final 没有什么太难的地方 咱们在这地方 这个可是Cotlin独有的 复值处理 我非常喜欢这个语法 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 咱看一下 比如说 我要给Output 这个变量复值 怎么复值 我要解析一下这个Value 因为这个我 这个Output的变量 我认为是Anti型 所以说我要把Value 这个字符串 解析成 成什么 成Int 整形 对不对 那怎么解析 我呢 用Try Cash 然后在这Try里面 就写这么一句话 Integer.PassInInt 然后呢 传这个Value值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没有入落任何复值吗 它就是说 我这第一行的命令 就相当于 给Output进行复值 哇 太方便了 相当于这 直接写个Return 但是我不写 因为我就一行约定 对吧 那么如果说Value 它不是树枝型的字符串 怎么办 拋个一个Cash 拋完例外之后 大家注意看 我会给Output的变量 自动付上一个-1 这太棒了 以前咱们都要手工处理一些细节 现在Cotlin 我看这几行 一二三四 四行给它搞定 哇 这个我觉得 我非常喜欢这个写法 推荐给您 好 然后咱们下面输出Output 看看是几 这就是今天咱们简单的代码 好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我看到这个付出处理 我真的是很激动 反正我个人比较喜欢 好 咱们试试 如果没有错的话 Go OK 没问题 大家看 我这有一个初始值是10 然后咱们走正常流 为什么 因为能解析 对吧 所以说输出 这输出Out Out is 10 没问题吧 下面Output 正常解析 Output is 10 没问题 OK 咱们还没有走错误处理 还没有走错误流 没关系 马上走 我这个值不是10了 10A行不行 太行了 字符串 但是它能解析成功吗 指定失败 对吧 肯定失败 指定还是方言 普通话就是肯定失败 对不对 试试 Go 怎么样 看 10A这地方解析失败 失败的话 它报一个什么错误 大家请看 我专门捕捉了一个数字格式化的错误 我说不捕捉 它就会直接走我的通用错误 但是我因为捕捉很细致 所以说在这地方 咱们可以说细致的捕捉 每一种错误 对每种错误都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但是一般的编码过程中 或者说真正 这个业用过程中 很少有捕捉 特别细致的 比如我一下捕捉 这个15个错误 不可能 最多两三个 然后最后加上一个通用例外就够了 那咱们捕捉到了 数字格式化错误 就在这直接输出 就这一行 对不对 同时把咱们的 详细信息 错详信息也输出 什么详细信息 就这个 你传出来的字符串 怎么能是谁呢 着急了 就这感觉 好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咱们再看这个地方 收尾处理 我解析失败 换句话说 我没给这out复值 那out是什么呀 复值 now对吧 所以是这要 最后的收尾处理肯定要走 不管你发现发现例外都要走 所以这打一个now out is now 就这意思 复值失败 这地方注意看 就永远不会复值失败 下面的复值处理 为什么 你例外的话 我这有一个例外的默认值 复一 对不对 所以大家请看 output 即使你解析失败 我都预料当中 我就知道你有一天会解析失败的 那怎么办 我这有个默认值复一 那换句话 咱们在接下来下面的编码 会判断 比如说 如果output 比如说如果 我键盘宝使 如果output等于负一的话 就说明 它解析失败 然后咱们再做一些相应的 哎呀 我这键盘是在宝使 咱们然后咱们接下来 再做一些相应的键盘 接下来的处理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写法非常方便 咱们通过例外的方式 能够捕捉到 咱们解析的错误 同时给出默认值 比上面这个代码写起来要简单很多 因为下面的键 代码也是说要给output复制 对不对 咱们达到了相应的结果 这个地方 如果你想做例外处理 咱们可以捕捉 看output是不是等负一 如果是负一的话 咱们就认为它出错了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这个Cotlin的例外处理的知识点 不知您听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接着代码 我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